原标题 印度上11月伊朗石油进口将至林特朗普表扬 据彭博社Bloombo北京时间9月26日报道 印度计划的11月将来自伊朗的原油进口将至林 意味着既韩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后 伊朗可能再次失去一个大客户 在彭博社报道前不到两个小时 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批评伊朗的领导者三步混乱 死亡和毁灭 泛阳印度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自由社会 成功让数百万人脱离贫穷成为中产 当地时间25日 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 称伊朗领导者三步骚乱 彭博社视频截图虽然特朗普对印度的泛洋 与印度不购买伊朗石油是否有关上不明确 但美国一直在敦促盟友停止购买伊朗原油 上月 韩国作为伊朗最大的三个客户之一 听从美国的禁令 首先停止购买 目前日本也已暂停装货 观察者往此前报道 美国曾经强势威胁全世界 到11月 谁继续购买伊朗原油就制裁谁 而四个月以前 印度外长趁印度不会屈服于美国制裁 将继续购买伊朗原油 中国也做出过类似表态 外媒趁中国已经拒绝了美国要求停止进口伊朗原油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 据海外网员以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25日报道 伊朗石油部找三家内 Bitman D'orzangana表示 除了韩国以外 没有其他国家停止购买伊朗石油 他还称 美国想把伊朗的原油出口量降 为零顺 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印度原油公司和巴哈特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趁 两家公司为要求十一月装载任何伊朗的货物 一位高管长 哪儿人们原公司也没有购买计划 由于最终决定将于十月初敲定 所以这些公司仍然可能改变主意 去彭博社的邮轮追踪数据 印度此前是伊朗石油的第二大买家 今年平均每天进口57.7万桶 约占伊朗出口量的27% 彭博社指出 美国的制裁将于十一月初开始成效 全球石油市场将受影响 布伦特原油价格创四年新高 达到八十美元一桶 全球石油交易巨头 MICURA能源集团和TRAFIGURA集团预计 没有伊朗的石油出口 原油价格可能上涨到一百美元一桶 英国石油公司BP的首席执行官达德利 包括达德利 认为这次对于伊朗的制裁将比六年前的那次限制 对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 24日 伊朗和问题外长会在纽约举行外交部网站图 中国外交部网站25日发表伊朗和问题外长会联合声明成 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伊朗外相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24日在纽约举行部长级会议 任何伊朗有效旅行和承诺 并认识到对伊朗解除制裁 是全面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会各方重申 将采取现实有效措施 保护对伊朗结尊渠道 据中新网25日 原理外媒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 将维持就因和决议的承诺 将建立支付系统 以使石油公司和企业 能继续与伊朗进行交易 从而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印度政府一直寻求方法 让该国石油公司 绕开美国的制裁 25日 印度原油公司表示 在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下 印度只能增加从别国的原油进口 欧盟提出的支付系统 也有可能向印度开放 特朗普对伊朗的立场 相比于奥巴马更加强硬 特朗普政府想在11月切断左右 从伊朗的原油进口 目前尚不明确 是否可以允许国家豁免 奥巴马时期的制裁中 美国政府曾允许一些国家 继续购买少量原油 特朗普于今年5月宣布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并对伊朗重启制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